推广客家艺术与文化 祝强国小配合花莲施工所 客家文化人才培训政策 4月8号起举办了 为期一个半月的 纯真童年在祝强 艺能人才培训课程 市长温家协5月2号 也特别前往学校 来关系学童们的练习成果 而小朋友们也特别演奏了 客家歌谣欢迎市长到来 经典的客家歌谣 由祝强国小正乐团的同学们精彩演出 这是祝强国小配合花莲施工所 客家文化人才培训政策 开办的纯真童年在祝强 艺能人才培训课程 市长温家协5月2号上午 特别前往关心 学童们的练习成果 那我们真的非常谢谢 我们客委会在每一年 都给我们非常多的支持 那也特别谢谢 谢谢祝强国小的孙岳梅校长 那帅顶所有老师一起来 响应客委会的整个音乐 人才培训的这样子的一个课程 那也除了结合学校的 本身资源之外 也结合了客委会跟工所的资源 那整合起来 持续不断每一年 让孩子们都可以学习 正乐的一个机会 那除了这样之外 他们也分初级班 中级班跟高级班 那未来这些孩子 有兴趣学后 都还持续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向 去做升学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面有安排一些 非常多客家的曲目 那我们希望也是借由音乐的方向 让更多的孩子了解到 客家传统歌谣 也跟我们生活的 过去历史脉络的一些相关性 那我们希望不断地来培养 更多的对于客家有兴趣的孩子们 从各种各个课程里面来着手 纯真童年载助墙 正乐队的培训课程 邀请到东华大学的老师 饶天词前来指导 课程从4月8号到5月27号 有14堂课 参加同学有20位 他们都是利用课余时间练习 除了学习基本技法 执法 曲调 每一堂课也安排一首歌谣 当作是练习的主题 市长魏嘉贤表示 施工所会持续办理 各种的人才培训课程 欢迎对客家有兴趣的孩子 及相亲可以一起来学习 与客家相关的才艺 进而认识客家文化 这里会换室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